就是说你党的主席,当外主席, 今类主席,国家主席,谁给大国? 你是党的主席,这是中国人。 对,是在我家。 我不是在那里。 就是说你是省党的主席和省党的主席, 是省党的主席,是省党的主席, 是省党的主席,知道吗? 永远都是在各级政续都是这样,知道吗? 党的主席才是最大的, 这是一个城市, 我们还可以成为实际的奖励, 但是中国呢,没有多么训练这几个城市。 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军队的作用, 是不太保护,不太保护,不太保护。 这些大百姓的保护是正常的, 而不是在外国家的这个里面, 特别倒是在这些今天事实里面来讲过。 这个城市呢,我们先讲了, 然后他呢,就是国际党的主席。 嗯,我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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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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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电子话吧,讲出了常识吧, 我先说三个人的评读, 有个人在网上里面能够查一下, 叫古俊山, 徐才涛, 郭伯雄, 大家想去查一下, 这是三位先生的试迹呢, 网上要很抄。 嗯, 徐才涛和郭伯雄呢, 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这是个级别呢, 比如说习近平是中央军委的主席, 他们二位也不是副主席, 可以说就是说, 你之前还在人身上, 就在部队里来讲, 就是说, 这种排名前出名的, 这个职位了, 呃, 郡伯雄, 他是主席的, 然后呢, 这个, 中央三位先生的时候呢, 三位先生开创中国历史之先河, 在中国历史上, 我们以前查诚官呢, 都是说什么呢, 比如说查了一个诚官, 看到家里有多少, 有七个亿, 八个亿, 十个亿, 二十个亿, 参够多少钱, 三位先生是什么呢, 就是说, 拿人家汤进去了, 把人家汤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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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这个量亿, 都查, 不出来了, 还是不完全太多, 做怎么办呢, 他们拿集中箱, 和称集中箱, 重要的称, 去称, 那集中箱, 装上他们家钱, 装上他们家钱, 余老师之后, 集中建就是钱的竞工, 然后呢, 最后算出来, 他们家多少吨入乳比, 就是说几位仙壤开春朵, 这个看体制先河, 就是说已经不再入, 就是说, 就是说多少万, 多少亿, 来, 而由墩来提算墓壁 然后大家说是多少墩的房间 多少墩人墓壁 墩的墙在哪 现在怎么来呢 就是说西亚国各级军队的将军 中国军队的将军现在在干什么呢 你应该是在大阵打仗 就是在搞三迷人打仗 所以搞了各种评议 当然后来呢 从这个习近平开始 不让共同让我们什么事呢 再查 但是呢 这个东西不算吃的 所以一生之海是不是 搞了这么多年 你说这三长下去 把危险分析性不大 我跟您老师在这些事情的时候 西亚平先生上海之后 对这个军队的调度呢 非常大 那一身王哥体制的基本上 就废弃不容了 成立了什么各种什么 军事时刻效果 这个效果 哪个效果呢 把我们那些将军 掉来掉去 达到一种的 将不实力 兵不实力 就很有可能 就和您老师说 把这些大将 到哪儿到哪儿到 刚到那儿还没带 西部还没带弱 一旅班又来一旅班 再调走 就调到一旅班要去的 知道吗 就是说真的是 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下个礼拜去哪儿上海 都不知道 搞不清楚自己 当时在哪儿 这和您老师这些事情 也讲得到了 所以呢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真的认为 就是说这种东西 都在哪儿上海 我们就是说 我记得网上 我就去猜货 我和林山啊 他们 那时候 买官 就是说一个中降多少钱 一个上降多少钱 一个上降多少钱 就是说这些 平衔都是拿起来的 就跟那个小学老师 平支撑一样 高级支撑多少钱 这个支撑拿多少钱 市集教师多少钱 都是拿起来的 然后你觉得就这种 拿钱买出来的 这些将军们 是能打仗的 我不知道 你觉得零件都哪儿来 你觉得他们 他们有这个经历头脑 能挣钱 就能打仗 你觉得这个逻辑是通的 那也行 你如果认为 就是说他们能挣钱 就能再打仗的话 我也不能反驳 对不对 你也说的 不能说你说的 没到位 那你说就像现在这种 大将掉来掉去 都将不实力 还在一个队 还没在屁股热 你觉得这人想要你打仗 他只说谁 谁听话的 是不是这样的不得你打仗 好 然后呢 我们再谈谈 就是说 中国军队的贪慕腐负败 就是说 我们每年 我们的局势 还是非常主张 那这些限制的 都用在这个 摆设备上 还是说 有军队的一个贪慕腐败 这个 大家 能接受吗 当然 我也是很怕 有一些人真的是 能在屁股里 我也不敢给人家 太多的真实情况 我跟他说 我说部队里有贪慕腐败 他们有的时候 把这些军队呢 都贪慕腐败 像刚刚中党自己喝点去 我跟你说 这个呢 我就怕吓人了 然后你们说 真的 中国军队他们能 他们还能办事吗 你可能没想到 但的确确呢 是这样的 如此贪慕腐败 就对抵持着上山堂 能打药 有很多人说 我们现在多牛逼 我们有什么什么社会 我们什么 我们什么 尖10 尖20 尖80 尖100 尖300 都听得到 尖100 韩库母舰在过去 以前呢 我们这个北洋水池 号称这个鸭庄第一水池 世界第三 我们的这个吞土量多少大 说的是几近天花问坠 也是清正花了好多钱 现在北洋水池 当时日本的这个水池 这个世界排行多少地球 也不地市球 这个高永松老师在他那个日本 讲日本的那八七里有讲过 你们可以看一看 然后最后 加入海战一旦就把你们的梦 就打醒了 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我们又回到 历史两个一天都讲过 历史就是不断地在重复 真的是不断地在重复过程 然后我说到什么历史就是环海化解 知道吗 我们现在又回到到当年加入海战之前 就之前满洋水池的那种情况 觉得我们的人就有 我们那部队那简直呢 下周第一也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都跟我们的部队 卖手玩了就暴霉 我告诉你 清醒一下 一战的精灵 心心乎乎几十年 一战都要几趟前 你现在的尴尬 我告诉你 跟加勇财政的下场是什么样的 不信你就看看 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将领 就你满清的将领 就是说青年 能打仗 能力强 我们现在的将领 跟满清的将领的差不多 没有本质区别 这个 我是真心有一个计划 叫一将 我不能内撕三军 你那高级将领 多少钱买出来了 他不行 你下边陆队再厉害 没有用 白洋雪石 最后反账 全军覆莫 一张就全军覆莫 然后 你全军覆莫之后 人人日本都拿损失 你 你击沉了一艘是个军将 你全军覆莫之后 你击沉了一艘 一艘都没去 都没有击沉 而且这还是打的日文 这还不是打世界上 属于什么二的 这个军队 你现在 不让你做梦的时候 能跟北军打 我告诉你 三十年之内 不可能 这个局座 张照龙 张照龙这里面是体制内的 你看张照龙 每一次都都向中国出 就连张照龙这种体制内的 每一次都给中国军队吹 吹了 能不能够包吹 他都承认 三十年之内 中国军队是不可能 就没人一家 如果这种尝试 你没有的话 那我说什么呢 谁说张照龙说什么呢 真的是 就是说 我很多的尝试 要把他们尝试 这个尝试都没有 哎呀 然后 有一个网友 很有意思的 还有几个网友 几个网友 有几个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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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说的是对的 劳工如此强 你以一打政权用法盘 美国在南海 倒旧和老公 其成都了 这几十年来 美国无数无刻 都想颠搜老公的成全 如果老公和傻大木一样 一打就垮 老美会 白话就去支持民运 藏族 江湖 港湖 你以为 美国丁丁和你一样 是傻逼吗 还有多多多历史 白人有现代的成就 不是靠的民族思考人权 靠的是雪莉莉的屠杀和殖民 你所在的 北美95%以上的人 后面是粉额消失的 现在桑原戏上白莲花了 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在这儿 为什么我刚刚把我这个主播理论 讲一下 这就是典型的 ster girl 你看她说话这个游戏 这种方式 这个东西成为充分交往 这都是跟老公学 这种典型的就是说 在中国地方 就要多了 美国白人有现代的成就 不是靠的民主自由人权 靠的是雪莉莉的屠杀和殖民 美国能够今天的成就 靠的不是三千岁力 靠的不是民主 靠的不是共和 靠的是雪莉莉的屠杀和殖民 防疫山县 大家akow 这样也不要 我相众 不担 电脑股东不说,想这样 其实以我来讲说了两个事,不想说一想这样 但是呢,既然之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谈 反正要说不谈的话,那有点对不起大家 所以呢,还要谈谈 但我之前说过的这些,都不想说了 我们直接说我们的结论吧 说结论的话,具体 我之前是讲两个五十个网上说的 就是说我想从头开始把这事儿详细说清楚 有这个过程,还有推移过程 我们看的上这些 结论呢,就是王岐山探了很难不谈婚贵 被郭文貴说了一下,对吧 那么在郭文贵出现之前 王岐山的人设是很好的 是吧,很多中国之主的这个知识分子 对王岐山都是很这个 比如说退崇了 包括就是,跟郭文贵刚出来 开始说王岐山的时候 还说,我就是说 还是就是说,请翻郭文贵,觉得你怎么不报喜要报王,那郭文贵这事也不钱,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反王不醒,运离反喜,是吧,郭文贵这个当时也是发生过争论,后来再慢慢地说,所以郭文贵对郭文贵先生报道的深度呢,大家已经开始呢,就不再说什么了,是吧,那郭文贵人设呢,基本上就坍塌了,现在人设还是不错的,那人设呢,就坍塌了, 嗯,我呢,别会拍,就是我对郭文贵说,王岐山本基本上是真实的,很多那些真实的,都是真实的,然后不真实的,就让他们觉得有什么事,可能就是说为了穿过礼物什么的内容呢,都是真实的,说过,不再重复了,基本上都是真实的,所以呢,我对王岐山的结论就是说,王岐山本他不想互补,郭文贵生态这些吧,都是真的,非常能的,都是算是互补, 因为呢,就我看,其实,这个莫名其妙吧,就是,赶上了郭文贵,这个,一个特别的,这个,有胆量的组织吧,然后,挺,挺晚的,因为中国来讲,我觉得,像王岐山这样,很多的,是不是,其实郭文贵报谁,谁都是这种家长,是吧,那最后呢,反正, 那他的话,带在这个位置上,我就抱了他,那他就怎么说呢,那他就当没办法,是不是,但是,这点呢,带着呢,也是,看着王岐山子一样的,比较不紧的 这郭文贵本来的时候呢,这个比较多的,是出版本的,比如说战华呀,王哥呀,武装法什么的,但是说战华呢,王哥,武装法什么的,但是说战华呢,王哥,武装法什么的,就迅速的,通过各种渠道,渠道,像郭文贵呢,就是说是好,知道吗,就是说,那个,反正,哎, 就是说,后来啊,他们就往这些就,谈多了,谈多了之后呢,后来就这些人的报道发生了越来越少,后来发生了对,王岐山啊,王岐住啊,报道越来越多,这点来讲,看着王岐山这种人的主点,就是说,标不荒,就是说,该扶导的时候呢,就不说了,就是说,不像武装啊,赴德华呀,那种人的,就不说了,就不说了,就是说,不像武装啊,赴德华呀,那种人的,就不说了,就不说了,就是说,不像武装啊,赴德华呀,那种人的,就不说了,就不说了, 这个情况,然后呢,我呢,从我来讲呢,我还是觉得,这么说呢,王岐不容易,啊,怎么大四十呢,我还是希望他的能够稍微呢,也太糟糕了,所以呢,结论基本上是这样子,当然了,说这个结论抓了很多人,可能有很多的想法吧,是不是我呢,以后有机会吧, 再说,我为什么多出来这个结论,那些说来多,想多说,说完结论呢,说一个就是现状啊,说一个现状,就不全的现状埋态了,就是王岐山先生,比国会的现状更危险,就是说,以前啊,王岐山贷工会先生的,人身安全的生命呢,是有危险的,是有效果,现在,我们说的,是爱的,国会啊,比王岐山的安全多了,国会呢,暂时多了,国会呢,暂时多了,保护他,而且前面有个江南安在那边,是吧,就是说,他有安全安全的, 把那边还是,黄村天上看到,这就暂时不见得到,当然了,我这么说呢,很多人就是暂时的 minimum family,暂时的安全安全也就是吧, 我现在的目前的现状,不是说 他在前面走进来,感觉好像位置比长尾还高 第八长尾就是长尾中的长尾简直就是再一次用着他一人之下 在万人之上的这个平衡 他下面同分也是一片混淆的说 老爷子不行了,老爷子回来了,凡者回来 几乎可以说,我现在介绍前就是从 当初最低层,大海人在这分斗分斗分斗 现在可以说他分斗到了最高层的人生最巅峰 人生到了最巅峰,接下来就是从下坡 而且当年二号人物,从四九年以来好像有很多 尤其是真的干事,有一些二人物在文家导的这种 唱唱赞歌也在心里对不对不过去 对完干事,前一段时间说到查文家导的这个呼声也很高 你说这二号人物超级不好干 真正干点事的二号人物,像这个有少奇 基本上下场都不太好,不要说四十年前 以后四十年前,中国军事上一来如此真正的变法 干事,像杨磨王岸石啊,这些变法的这些人都不太好 王岐山的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变法了,对不对 他这个犯罚,不管他真的是犯罚,是患罚,是以死来清楚理解 还是什么知道吗,他们多对的人很多 大类呢,实际上形成的一个犯网的一个集团 但是这个集团呢,基本上在暗处才能够倒闭出来 是吧,因为王岐山现在这个势力比较大 甚至是比较强受,他们在安安地里 之前公布的是什么 所以说,是王岐山的访问 反王岐山的势力在海外的一个 一个先见法就是能够在内部形成不了规模 就是外面来,郭文贵,让他们当枪使 一个呢,是这个情况,另外一个呢 这个呢,说的也不能完全算 郭文贵当枪使,郭文贵他就是上访 上访那你谁管这事,我就跟他说,对不对 你不能我都干你,对吧 郭文贵这个人不是一个好利用 对吧,他不是那么轻易 你能够在那种害怕的想法上 他能够在干什么呢,别让他的道理 对吧 我喜欢游戏 就是要找谁我个人 最重要的事情 我喜欢游戏 游戏 然后呢,刚刚说到王岐山的人生 走到这种状态,有些人可能觉得 王岐山还有一步在走 在此呢,我劝一下王岐山 王岐山下了图属尊 千万不要用这个想法 我觉得基本上不是习近平的对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之前不是说,我习近平这个人 深度可测 当然了,我夸习近平很多人都觉得 我反正骂了一对啊,也不说了 我夸习近平主要有什么 就是说,你到现在的回事 你很难从一件事上 你能看到习近平的身前 你知道吗,你包括这个第一个人口 我说蔡奇搞,就是习近平的人搞得不好 其实人家和我也说 这个事儿啊,就不好说 你真的让这个北京搞一次的这个 就是北京和北京国 想知道川敏结果呀 搞不好,蔡奇太多了 吓一跳 习近平到现在没有哪件事 也觉得不好 就是说他在党内啊,各派势力 错误了复杂的情况下 跟各派的关系 还不错,这个需要很难 去个最简单的第一次 那比如说,那王岐山哪件事儿 能看出身前的 最简单的就是郭文贵嘛 你又能看出王岐山的身前的 对不对 最后你看到郭文贵手上百家人 他说,郭文贵损失了八百 王岐山损失一千 王岐山比郭文贵的损失了海战 就在郭文贵这一件事儿 就能看出王岐山的身前的 王岐山在这个树上有问题 当然他还可以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和借口 就是说我不方便做什么 我方便私下通过谁找他 这样会让我不好看 然后好像就是说我怕他 好像这样片面的证明了 就是说郭文贵说我们的是 是真的是的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呢 你是可以用的说 理由和借口 你可以给自己找一千个一万个 最后实际这些国体受到伤害了 对不对 无论如何都没包括好 对吧 你别认识整个人太差了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习近平换过来 比如说现在是主席习近平 是这个基建委收听 然后闹了郭文贵这个事儿 我相信你习近平的能力 就是说很能统 他在下面很怀柔的玩事儿做了 做了之后呢就是说郭文贵被你提的不良 但是某种程度上 郭文贵知道 不是我习近平在半年 你别宠过来 我那想办理解决 但是我实在比较不良 问题在哪儿 我给你提出来 就完了 这样呢导致郭文贵怎么让你 你不会直接冲着过来 是吧 比如说呢 最起码我四百多千金也好 我怎么也好 或者说你混 有人说习近平在混 我说现在混的可能 这些事儿都挺不容易的 你知道吗 就我能混过 我能混得过去 我不会让这个毛头直接宠过来 就不会让我直接受到啥 你知道吗 对王岐山在这一段话 做的就是不好 你就要承证 批评你两队的 你就接受就好了 去先接受 然后呢 王岐山在下面 头对不尊 听到我这个话呢 我现在跟你们说 我现在最严厉的 向你们发出一个警报 最严厉的 最高的警点 向你们发出警报 你们不要以为 你们现在最安全 你们并没有过不远去 老爷子 只要把你们这些人 全部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看看徐明 是不是 对吧 知道徐明是谁吧 就飞上去查查 肯定知道 这样是徐明的下场 对不对 你们会发现这个 徐明真的就是热的宝货了 是吧 王立军跑到美领馆了 关徐明屁事儿 然后薄熙来倒了吧 王立军也罢了 王立军和薄熙来线没死 徐明莫名其妙的心脏病 死了 你问徐明在监疫里 被人弄死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那种心情一根热的 光我屁事 我把我搞死了 是吧 我告诉你们 王岐山如果讨论你们这些人 不知道多少人 叫家伙人 就你们下班人 你们想想 像当年银标倒得少了四眼 那是四眼 四眼那是什么 四大金刚也看了他们的想法 最惨重 自己想想 现在如果你们就是说 王岐山下班这些人 你觉得 好 老爷子现在往上回来了 我们 哎 怎么着怎么着 如果你们有这种想法的话 可以不说真的 看你起爆 看你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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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开始 不要再进攻了 总的问题 有句话 叫 身后有余放缩手 眼前 无故相对同 是吧 现在身后有很大的问题 知道吗 不要再进攻了 现在就是伤手 保命 然后吧 郭文贵说王蔡保兵 你们就真的应该是 从老王到老王下了屠库屠村 这个郭文贵的老蔡保兵 现在你们身上最合适 知道吗 这个和平庆史这件事 就是说 王岐山现在回来当那国家 服务起案 就是放在服务场 我觉得说得非常对 我们现在对中国政治 还是有过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解 王岐山现在真的觉得 没放在服务场 你们现在如果不清醒 提示到 就是说危险的话 你们的下降 我们也很危惨 我现在提醒你们的 最好的虚型节省 我还有这些话 然后呢 这帮金山呢 提一点建议 首先不要去挑战习近平 千万不要跃下滑 你的人身安全 都看习近平了 你现在就是说不好听的 就是没事 多批色一下习近平的孩子 你知道吗 多多千多千 你知道吗 这个人身安全 你像图子图子的人身安全 全看习近平 面之间 跟习近平 跟习近平 很好关系 然后呢 一定不要让习近平 有任何理由 我为什么相信 你有这种不尘之心 一定要把自己放的地点 向周恩来同志学习 然后呢 就是说不要再进攻了 不要再进攻了 像郭文贵 会被代表的这种反狼的 对不对 很快 让我们说呢 就是说能和解和解 他要什么 他要什么 我知道啊 你们现在一种选择 一种选择 就认为了 我把它放入了成代表 然后呢 后来都是我的积极 可以来进去修了 另外一种呢 就是要我说的 就是说呢 不要再淡人了 你知道吗 和解把你的敌人呢 就是说跨城了 所以可以有 也不要认为 也不要再培养 所谓的亲信 你知道吗 没有亲信 懂吗 那你都提了 我的脚乌尔深 没有亲信 我讲 简单的提示啊 前多时期吧 就是所谷图 明珠他们 是不是 所谷图培养 最后干所谷图 最厉害的是谁 明珠的培养 那要战什么 战什么善什么 最后 干明珠干了最后 就是战的 你知道吧 所以你现在 如果你说 你把这些敌人 都磨清了 培养了决定 我告诉你 将在干你干的最秀的 就是你培养的那个亲信 你不信你就看着 所以你现在 不要再什么 培养自己的亲信 什么的 赶快 你知道吗 你前五年啊 作孽做的比较多 要什么 比如说 提善之家 余清武 是吧 赶快现在开始 集结 善良力量 你知道吗 郭文贵呢 跟他同学 还想要给他 剩下党内那些三名的人 你自己去看 怎么能跟人家同学一下 谋求原谅 然后 你觉得 这个其实才是最好的 这条路呢 是最好的 但是 没必听得进去啊 你觉得自己随便吧 我呢 完全处于一个 一个善心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问题 中国现在走到这一步 像王金山跟美国 比如说 不是 不是 现在就好像一说 中国走到这一步不好 都是王金山闹的 告王金山批事 我 还有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 做美国那个 已经照了 赵成奇 什么的 很多人 在美国枪杂的学生 最后呢 就是说 按照没有任何 他也是受害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按这个来讲 就是说王金山也是受害者 习近平也受害者 在中国这个大部分 每一个都是受害者 所以我同情一个人 就即使是王金山和习近平 我也同情他们 如果 能够原谅 我都原谅 知道吧 我如果能够保护他们 我都保护他们一下 然后我就觉得 也不容易 也都是受害者 所以呢 通过一个善心来讲 我也不想 那种中国下场 特别的悲惨 我觉得中国已经就是 中国就是一个大产 你上个白马 也不差 也不怕 所以呢 说一些吧 就是说 希望你能够 就是说 你通知反吧 悬崖 内脉 好健壮 很快 安排 好这个推身的这个 功能 就是你下面 多少人要打了 之后 你想想多少人 跟人吃完完 是吧 自己想想麻烦 要做 尽量 尽量 来 吃一个汉堡 喝一点小鞋驰 这日子太美了 好吧 去我们也算买啥了 看着办 然后再说说 前一期 这些网友的一些精彩的一些 外面有风风雨雨 都跟我没关系 修复着话 往外 跟我的小朋友 说我的开门 这些网友 你以后发表任何观点 是都下一句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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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认识 有点 好 好 这些网友 你现在看着 你 你 我 他们 我 这些网友 你 这些网友 真大的 很帅 我 我 他 都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也是 你拿朔儿像吧 现场出过这儿 它主要比较好的就是它接受设央的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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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练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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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